自夜幕校的那次相遇之后 来自主军的探究少了不少 他俩短暂的交谈中 其实并未交换多少信息 但感觉这回事从来不限于言语 似乎有种默契 使他们处于暂时的平衡 鬼族和妖族的联军 接连几仗被打得落花流水 士气低落 一连数日都归宿不出 按着东华的脾气 当然要一举击溃 以免夜长梦多 从一开始大军中的剑拔弩张可知 身为主军的那人应也有同样的想法 却不知为何耽搁了 后来才知是妇神的意思 恐怕他老人家自始至终 都存着武力相争乃是下策的想法 只是有些事并不以意志为转移 战事渐去平静 除了少部分人还在等候下一步的指令 大多数将是以盼着班师 主军虽一向至今严谨 但因为气氛略松却是不争的事实 东华望着一派祥和的大营 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 然而细说起来 鬼族和妖族联军这样的攻势 仍算小阵仗 在《新神记》开启前后的七八万年里 类似得战斗不知反己 他实在不耐反也无必要记住那么多细节 因而并未从记忆里 减失其有用的灵长 他还琢磨不透的是 让自己掉落这方天地的意图 如果说上一个世界里的目的是旧恶 那这次又是什么 这里的东华还在 并不需要他做出什么抉择 这里的冲突仍在五族争端之内 似乎也未上升到危及六界存亡的地步 让他一个全然陌生的身份存在能做什么 这么一想更是扑朔迷离 这天 来者迈的哲言似乎心情不错 扇子扇得格外利索 便连刻意而着急切迈入军帐的步子 也显得尤为雀跃 东华看着他那双顾叛神飞的丹凤眼 和几乎要开平的尾巴 不由打趣 哲言上神可是有什么喜事 乔者格外神情气爽 哲言作为主军东华的左右手 自然知道主军对其态度的微妙变化 且自相识以来总有莫名的清静 这些日子又跑得勤 自觉与这位文昌仙君熟悉不少 平常倒也愿意多说几句 他把这归之为投缘 今日不知怎的 哲言居然有几分扭念 也没什么 他说着 一只手却几不可查地往后缩了缩 东华自然没有忽略这样的小动作 事实上 若非如此他还不会注意到老凤凰袖口的一抹颜色 以及扣在掌心的小巧玉盒 还有隐约萦绕鼻尖的悠悠香气 老凤凰一本正经将手搭到东华腕上 故左右而言他 无 仙君恢复得尚可 不过修为意识到不必过急 底子打好了方能徐徒其他 操之过急引发救急就得不偿失了 有劳上神 东华抬眼打亮哲言 这家伙嘴上说得冠冕堂皇 只是一贯厚实的面皮悄悄爬上了一丝红韵 可疑啊可疑 客气 若无他事我就告辞了 哲言拱拱手 仿佛屁股后头折了火快要聊到他的围誉 转身匆匆不出营帐 东华望着他的背影 若有所思地挑了挑眉 日暮时分 东华在丹水河畔遇到的哲言又是另一番模样 一向收拾的一丝不苟的外山 十分随意地搭拉着 边角沾着些草屑屋子 虽不妨碍观瞻 却与他一贯爱细羽毛的样子格格不入 替躺仙子中多了些放浪行孩的意思 他手中折了一截数只一点一点的触着水面 引来圈圈连衣 眼神却很散漫 不知在想些什么 面上瞧着虽不是上神的架子 可经气神比起白日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这并不过相识几十万年的老友 哲言这是受打击了 老神仙对于这只尚且鲜嫩嫩的凤凰倒还有些容忍之量 估摸着他也无水可塑 想了想还是走上前去略作关怀 上神这是 哲言见识他 未曾动弹也未说话 只是悠悠叹了口气 东华面头一转有了领悟 东西没送成 哲言惊讶地转过头来瞪着他 你 你怎么知道 莫非你也 他上下打亮了一番眼前人 又自我否定道 不可能不可能 明昌才不会喜欢你这种小白脸 他连东华都没放在心上 东华依十分不清这是包试便 不知是该记哲言把他归到小白脸里头呢 还是该像老凤凰居然没有自知到觉得自己不是小白脸 不过这么一来 倒是确认了哲言白日的行踪 果然是拿东西逃女孩子欢心去了 怪不得浑身透着一股子轻狂卷 我只是看到上神袖口的一抹胭脂才有此推测 他不动声色道 仙君倒是机敏 那边乡的老凤凰一下子被揭穿了老底 好似陡然放下了包袱 将手中树枝一扔 索性破罐子破摔跟东华倒起了苦水 文昌仙君觉得我如何 东华未料这家伙这么快就抖擞起来 他轻可两声挑剪着用词 自然是替躺先姿 一表人才 做了几十万年的损友 他很少这么主动夸奖哲言 表情略有些不自然 哲言确实接受良好 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说不应该啊 我这开天辟地以来集天地灵气而生的第一只凤凰 风流倜傥 能文能武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他怎么就看不上呢 喝 这熟悉的自恋的味道 东华抽着嘴角很是无语 折眼抖落着袖子掏出一个颇为雅致的玉盒 玉盒由一整块羊枝白玉雕成 通体银透纯净 风润内韵 实属佳品 东华一见 正是白日里这颜扣在掌心的那个 老凤凰小心地打开玉盒 容逆润泽的胭脂被细细压在盒中 色如丹霞 娇艳欲滴 看得出来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他颇有些委屈地感叹 南海的千年珍珠 胭脂山下的红兰花 反复储锤 久绿久争 真真是我最用心的一次了 结果被人家说婆婆妈妈 没有男子气概 明明是我看他在市集上挑的性质让人 才特地给他做的 婆婆妈妈 没有男子气概之说法取悦了东华 没想到明长这么一针见血 要不是他们早先没什么来往 真该当面好好夸一夸 他压下嘴角的笑意 正想复合到一般男子谁能想到做胭脂 忽悠醒觉仿若当年自己也给小白做过 不光是胭脂 便是扣单亦是亲自做还亲自涂了的 不过须与他又为自己找到了正当理由 他与折烟怎么能一样 小白和他那是两情相悦 归房之乐老凤凰这算什么 顶多也就是个附庸风雅 不务正业 再说他怎么能算是一般的男子 将满心的吐槽吞下肚 东华倒想起另一桩顶要紧的事来 哲宴还在不该心地嘟囔 那只臭狐狸有什么好 长得没我好看 武力没我高 也不知宁长喜欢他什么 东华又暗自撇嘴 但凡过个二十万年 你还敢这么硬气 我就真心佩服你 他斟酌了一番开口道 哲宴上神心仪的女子想必是好的 不过好的未必合适 还要看人家姑娘的心意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上神也不必执着于此 说不定柳暗花名又一村呢 未想哲宴还挺固执 不行 一定是我用的方法不对 宁长他若不爱胭脂 我可以弹手取或五个剑 闻得不行还可以五的 不然找白只大姨家 看看到底谁厉害 这总不会说我婆婆妈妈了吧 瞧他愁愁满志的模样 约莫还想着耍帅什么时候输过白只 东华见此欲决责任重大 算好任他折腾 万一把小白的奶奶折腾没了 他的小白怎么办 他一步好说 折掩你的一生幸福都靠白只 放过宁长就是给自己挑生路 这老凤凰果然是凭本事单身那么多年 感情这是不能强求 明长姑娘既有情意相投的人 上神何必坐棒打鸳鸯之事 从来没有苦口婆心劝过人的老神仙 要难为死了 哥以前要么是拿拳脚说话 要么是拿气势说话 哪需要正和颜悦色 东华觉得回头很该跟白只要点补偿 谁知哲人根本不领情 什么情意相投 那是宁长他不知道我的好 仙君莫非是白只请来的说客 怎得竟帮他说话 他狐疑地瞪着东华 还是说 你也心仪凝长把我说走了自己好方便行事 老凤凰不知怎么就脑洞大开 嗨嗨上神多虑了 我不喜欢这样的 东华星倒开的什么玩笑 老丈人知道丈母娘以前对自己有好感就已经很麻烦了 再把上一辈纠缠进来 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 不喜欢这样的 明长这等才貌 你还挑什么 一听说有人竟还对心上人不满意 哲人立马就觉得此人眼神堪忧 莫非你不喜欢女子 他自以为找到了癥结 东华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面目扭曲 一直知道连颂和私命八卦 原来哲人也是这样的 他回想了一下过往的三十六万年 细细理了李尔文的某些趣事 所谓的知情者里面似乎都有哲言 还真不能说与他全无干系 再想想 说不准便是连颂和私命的八卦属性也有他的推波助拦 心里早已不知把这老凤凰拔了几遍毛 可碍于目前的身份 他还发作不得 他面上一阵清白 好不容易压抑住想要将之暴打一顿的冲动 却见那家伙有所察觉是得退了一步 七七爱道 你这么拦着我 不是对我 我可是喜欢女子的 东华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还真敢想 喜欢女子 哼 真想把这话留给几十万年之后 他的好珍珍听一听 老神仙平生第一次觉得几十万年的涵养不大够有 面色阴沉 一字一顿地憋出句 你 多 绿 了 随即转身 打算在忍不住下狠手前离开此处 然而 不着调的老凤凰还要在背后火上浇油 不 文昌仙君 咱们相识一场 我也劝你一句 你要是看上的是东华 就趁早放弃吧 那老冰块不解风情 不知扔过多少男男女女 你虽长得不错 还是不要心存幻想得比较好 东华脚步一顿 傅转过来逆了哲言一眼 自觉已充分表达了心中不可言说的愤怒 所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撞了鞋才想来安慰哲言 瞄嘴里就吐不出象牙来 可惜 在哲言这里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他望着怒气冲冲而去的背影嘀咕 恼羞成怒 这是被说中了 老凤凰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窘境 浑身来了紧 给刘五花